谢三哥 你对故人处处防备 对外人却十分的轻信了 名枪一朵汉剑难防 所以我谢训 一生吃的都是刺激人的亏 白天你放纵的陈有亮 这会儿又来找你来了 陈有亮 他又来干什么 白天你饶他幸运之时 你可知道 他手上脚下摆的都是什么招式 我是个瞎子 什么都看不到了吗 他双手摆的是狮子薄兔 脚下却是降魔踢斗士 我些训被人欺骗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如此小辈在江湖上 要多少有多少 我多杀一个少杀一个 又有何分别 汉夫人 你我也算是好朋友 为什么当时你不说 反而现在告诉我 你是存心想弃我是不是 我杀你就像杀鸡一样 只是有言在先 准你十年之后再来找我 从今天开始 不要让我在岛上碰见你 否则便娶你狗命 谢三哥 你能以耳带目 果然厉害 以后重振狮王雄风 拭目可待啊 我谢心身上 谢债如山 就算死得再惨 也是应该的 还说什么纵横江湖 名教护教法王 杀几个人又算什么 谢三哥 你还记得四大法王 紫 白 金 青 这四个名号吗 像当年 咱们在杨教主手下 兵二哥 夫王韦四哥 再加上你我 横行天下 所向无敌 都是救世了 还提的干什么 大家都老了 谢三哥 我老眼还未花 难道看不出来 你的武功比二十年前 可大有长进 你何必谦虚呢 三哥 咱们在这个世上 也没有多少好日子可活了 依我说 名教四大法王 联手江湖 再轰轰烈烈地 干上一番事业 殷二哥 和韦四弟说不定 已经不在世上了 尤其是韦四弟 寒独难除 只怕已经不在人间了 这下你可错了 白眉英王和清义福王 现在都在光明顶呢 他们在光明顶 为什么 因为六大门派 联手围攻光明顶 什么 谢三哥 你还是关心名教 废话 声势名教人 死一名叫鬼 你笑什么 韩夫人 你想拿花来骗我的屠龙宝刀 你 今天我问你 明教怎么样了 我们的老朋友又怎么样了 你说你不知道 你说你没打听江湖上的事 那现在又怎么样 我承认 白天我没跟你说实话 现在 我老实说 这个阿黎 就是英二哥的亲孙女 因为他得罪了父亲 英野王 他父亲要杀他 是我救了他 阿黎 是不是 谢公公 阿黎不敢骗您 是真的 如果是阿黎的话 你总该信了吧 我信 阿黎 好好把六大门派 怎么围攻光明顶的事 跟谢大侠说一说 当时 我被峨眉老尼姑 挟持前往一线侠 和少林武当 华山空同 昆仑武大派合并 途中被韦夫王绑走 韦夫王没吸你的血吗 没有 他宁愿自己寒冻 都放走了我 韦夫王的个性 一点都没改 一直是面恶心善 结果呢 光明顶又怎么样 我们的老朋友又怎么样 结果 说呀 结果 我途中遇到了婆婆 所以后面的事 我全然不知了 阿黎 阿黎 白眉嬴王 和清义父王 真的去了光明顶 是不是 据我所知 是的 韩夫人 那你就真的不对了 当年你下嫁 大人叶先生 和众兄弟不合 但本教有难 你怎么能修丑旁观 我取不到屠龙刀 终归是 峨眉派灭绝师太的手下败将 我就是去了光明顶 也无面目再跟他动手 所以还是不去为好 六大派围攻光明顶 非同小可呀 明教兴衰存亡 早跟我老婆子 你有半点关系 此事事小 护教师大 韩夫人哪 你未免兄弟太狭窄了吧 当年 我破门出教之时 历师和明教 断结一切关系 就是因为这样 胡金牛才把我当成外人 不肯被尹叶先生疗毒 胡金牛是被我逼死的 紫山龙王 早已犯了明教的大戒 我跟明教 已经恩断一绝 紫山龙王 金花婆婆 竟然是本教四大法王之首的 紫山龙王 你说借我的屠龙宝刀 说是对付峨眉派 实则是去对付杨潇 范瑶 你念念不忘的 只是想尽光明顶上的密道 我更加不能见 有一件事 我一直耿耿于怀 为什么你会得知我隐居在冰火岛 事到如今我也不惜再瞒你了 先前 我遇到了一个名教武猎的人 也是老天帮我 让我听到了他和女儿的对话 给我发现了破诊 在我的威逼之下 他说出了真相 这个姓武的 见过我的无忌孩儿 是不是 是他设计欺骗我的孩儿 判听到了我的秘密 谢三哥 当年你我的武功高下如何 四大法王各有所长 如今你没了一对招子 再跟我老婆子比试呢 我有屠龙宝刀在手 抵得过一对眼镜 你想拿我的屠龙宝刀 一定要逼我动手的话 有为我四大法王 昔日结异金兰的誓言 我谢训真的不想这样 你不必心软 今天我得不到屠龙宝刀 誓不罢休 你要取屠龙宝刀 先杀我谢训 韩夫人 你的名字叫紫山龙王 犯了此刀的机会 与我一战 与你不利 说不定我这杀狮杖 先杀了你这瞎眼狮子 看着 小心 脚下有杠战 脚下有杠战 谁 是谁干扰了老婆子的大事 赶快现身出来 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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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无忌 这怎么可能呢 小赵明明已经下了毒了 金光泡泡 你太狠了 朱儿 你没事吧 阿牛哥 是你 朱儿 是我啊朱儿 走 赶 冰雄阿火力道 你们是何等高人 杨教主一眼中说道 本教圣火灵 自第三十一代教主 石教主之时 便已失落 怎么会在这三人手中 这是不是真的圣火灵 这三人 是否本教弟子 呼叫龙王失望 为何不下归接圣火灵 圣火灵 本人早已破门出教 呼叫龙王四字 不必再提 请问三位尊姓大名 这圣火灵是真是假 从何而来 你既一破门出教 就不要再多问了 当日杨教主在世 也对我理敬三分 你在明教是什么身份 敢对我大呼啸叫 好 好 见圣火灵如见教主 谢训 你还不下归 三位到底是谁 若是本教弟子 谢训该当相识 若非本教弟子 圣火灵 与三位有什么关系 明教圆于何土 圆起波斯 然也然也 我乃波斯明教 总教辉月使 另外两位是庙峰使 刘云使 我等奉总教主之命 可从波斯来到中土 总教主接获信息 得知中土之派 教主失踪 群弟子自相残杀 本教上下大势驱弱 是以命云 风 月 三使 来到中土整顿教务 和教上下齐奉号令 不得有误 太好了 宗教中有号令出来 只是再好也没有了 免得我单子助任 近视肤浅 误了明教的大事 中土明教 虽然初次波斯 但数百年来 已经自立成派 自然不受波斯总教的管下 三位远道前来中土 谢迅至敢欢迎 但要我跪赢的话 从何说起 这是中土明教圣火令 前任信实教主不小 失落在外 竟有窝等驱回 自古见圣火令如见教主 谢迅还不挺令 就算我相信孙家所言 但不知你有何分复 师王以本教教规 入教后不能叛教 此人自称破门储教 为本教叛徒 把他脑袋割下了 要我杀了紫山荣王 说得对 不可能的 中土明教 想来无此教规 从今天开始 中土明教 西奉波斯宗教号令 除教叛徒 留着便是祸台 把他除掉 明教四大法王 情同金兰 他对我无情 我却不能无义 更不能出手加害于他 你在说些什么 你们中原人 真是婆婆妈妈 啰哩啰嗦 除教之人 怎可不杀 这算是什么道理 真是非常奇怪 莫名其妙 谢某 我杀人无数 却不会杀害 同教的朋友 非要你杀他不可 不听号令 我们先杀了你 三位来到中土 第一件事 便是逼金毛狮王 杀了紫山龙王 难道是为了力威下人吗 你双眼虽瞎 心中道也明白 还不快快动手 我金毛狮王 我金毛狮王光明磊落 别说不杀自己的同教朋友 就算 他和我有神仇大恨 既被你们擒住 并以无力抗拒 谢某 岂能趁人之危 白人相嫁 见圣火令如见教主 你当没有叛教吗 我信心 已经下落二十多年了 即使将圣火令 放在我的眼前 谢某也看不见 更不需要说 见圣火令如见教主 那你是决意叛教了 谢某不敢 谢某绝对不会杀自己同教的朋友 就算人头落地 也绝不会干出如此卑鄙的事 明教中人 不奉圣火令者 一律杀无赦 谢勋是护教法王 教主要杀我 也须开谈 禀告天地 申明罪状 就凭你们一句话 就要将我处死 办不到 明教在波斯好端端的 一致中途便有着许多臭规矩 杀 好鬼飞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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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好鬼飞动不动 allez af 温可 将 Shall 小伙子 这是明教的事 跟你毫无瓜葛 今日你出手相助 谢骏感激不尽 你赶快脱身离开这里 我不能让他们杀到你 你快走 我来应付 少侠 接到 谢大侠 是波斯三世 武功孙齐 在下要脱身却也不难 谢大侠 请你先行赞毙 在下失了之后 自当奉还宝道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 不行 万万不能相认 负责一份爱敌之身 势必要和波斯三世 拼个尼死我活 你怎么不说话 在下姓曾 名阿牛 谢大侠还不远走 难道是信不过在下 怕我吞没你这口宝道不成 嘿 你不必言语的相计 我谢君以垂目之点 等结交你这位朋友 实在是平成快事 我要以七伤拳打那个女子了 我一发劲 你就撒手丢了吐龙刀 不行 我一松手 灰月时定会被义父打死 明教实在没有必要和波斯总教 借下深渊 准备好了没有 我要回你透露的运气 不 把伤火灵给我 别追了 还不快走 谢大侠 这波斯风银三世武功诡异 眼前只有赞碧其风 嗯 珠儿 不会有事的 我带她去前面疗伤 韩夫人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又要下手杀害英姑娘 这个眼丫头吃里爬外 该死 你还在记恨云丫头警告我刚真的事 我不允许任何人背叛我 韩夫人 你的心眼太瞎窄了 你 金花婆婆 经过这场生死大难 你难道还不能尽弃前嫌吗 你救我的命是你的事 我杀不杀阿黎是我的事 你休管闲事 有我在这里 我容不能你随便伤人 你这臭小子 今天你管的闲事还少吗 未必都是闲事 这波斯风云三世马上就要来了 你还不快走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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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火灵了 找到了 女人心海底针 真是搞不清楚 好痛 刚才你那招天地同寿 还是受伤了 伤得重不重 没时间了 快到船上去 船怎么不见了 韩夫人 一定是韩夫人 她往西 我们的船在东 应该不是她 陈永亮 一定是陈永亮开走了 刚才就应该夜刀杀了她 糟了 小招和周姑娘还在船上呢 一定 一定是波罗斯风云三世追来了 跟我走 跟我走 也许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所以我的防备之心离别人强一些 一到领蛇岛 就先找个可以藏身躲人的地方 怎么样 她的伤怎么样 赵姑娘小腹上的剑伤 深月半寸 流血最多 性命绝无大碍 可是 可珠儿她 珠儿 怎么又多了个女孩 是鹰姑娘 金花伯伯下手极重 都在要害 有救吗 是否能救 难说 现在没药倒是个问题 我住的茅屋里有药 只是 万一路上碰上波斯风云三世 那就等到天黑再去吧 管他呢 管不了那么多了 义父 你刚才叫我什么 叫我什么 义父 乌鸡不孝 没能早日去冰火岛相亲 还义父受尽辛苦 你说什么呢 我 孩儿便是张乌鸡 乌鸡 你真是乌鸡 是我 是我阿义父 乌鸡 你 你少来这套 休想来骗我 你多办事 韩夫人的人 立下来骗我的铜龙高 是真的 义父 我是乌鸡啊 不用骗我 乌鸡已经中了玄冥神仗 我不定 我不定 已经 全玄之道在宁神 亦在立先方之胜 神不外知 气不外泄 神鬼无玄 亲离已交 门烈精进 只需至极 守尽之毒 当我记不清武功口诀的时候 你恨天不成钢地打我 你让一句话也没有说 喊着泪帮我上药 乌鸡 乌鸡 你记不记得 小学生 我不要学七上权 不想当小疯子 你就吓我 说老疯子 带着一个小疯子有什么不好 乌鸡 后来 后来我师祖跌进地缝里面去了 是您救了我呀 我不记得 无尽 乌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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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我的乌鸡海味吗 没想到 一面十点还能跟你见面 乌鸡 我好开心 好开心 请原谅乌鸡 没能马上跟你相约 乌鸡 乌鸡 有 我保护你了 乌鸡 我保护你了 乌鸡 义父 你老了很多 我又不是摇滚 怎么能不会老 告诉我 水面内 发生了什么事 快讲给我听 好吗 来 来 坐下来讲 好 义父 老爹爷开眼了 老爹爷总算开眼了 我姬海儿 我姬海儿 你这世纪年来的经历 还真是精彩 我经历了很多生死玄关 对很多世纪 都看透想透了 那义父 您呢 一个瞎了眼的老瞎子 会有什么好日子过 那屠龙岛的秘密 您参透了吗 可能我太笨了 这屠龙岛的秘密 我怎么也摸不透 对了 对了 你学会了乾坤大挪仪 又帮我明教退了六大门派 光明左右使 没遵你当教主吗 我 我 这姑娘 怎么了 疼得很厉害吗 好疼 疼死我了 我从小到大 别说是受伤 我连病都没胜过 我好想爹 我想家 我想问爹呵护我 照顾我 你知不知道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你干嘛要跟我对不起啊 你受伤 是为了救我 哎呀 别扯了 赶快去拿药吧 赵姑娘 我借你倚天剑一用 倚天剑 倚天剑 赵丫头 真的是 真的是以前剑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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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你 你 你 告诉我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在船上等你们的时候 一个改邦的年轻人上来截船呢 果然是陈有亮一伙 截走了船 我担心你啊 所以救了周姑娘就上岸来找你 周姑娘 没想到碰到三个波斯人在追产里的下落 他们三个没为难你吧 我跟周姑娘躲了起来 没有被他们发现 刚才我还以为是他们呢 好了 没事了 别担心 我找不到你的时候 好担心你啊 周姑娘呢 张公子 周姑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张公子关心 是你听见 你听见和屠龙荡都怎么遮挡来 义父 武军 你是不是又带来两个女娃 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 峨眉派周植若 还有小招 这位就是我义父金毛石王 小招见过谢老爷子 好 好 小招 把东西放下过来帮忙 是 周姑娘 麻烦点个灯 小招 你去帮朱尔上药 这里有我来 好 魔女 周姑娘 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管我 他害死了我师父 我要杀了他 灭绝尸太的死因 大家有目共睹 你不要怯怒赵姑娘 可是要不是他囚禁我们 师父也不会死 我现在受伤了 我打不过你 不过你要动手 我照样奉陪 来啊 不行 你真要杀他报尸仇 就先杀了我吧 你 我来说句公道话吧 现在大家被困在灵蛇岛 波斯风云三时又在胡适淡淡 明天是生是死都很难预料 希望大家先把过去的恩怨摆下 一条心 同舟共济 共渡难关才是 怎么样 快躺下吧 来 刚才 你是真心的吗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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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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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你笑什么 我呀 我想起当年你爹和你娘 流落荒岛 郎才女貌 天作之合 皆为夫妻了 你呀 也是同样流落荒岛 可青出于蓝 胜于蓝 你一个人啊 一下子带了四个女孩子 你呀 比你爹强迫了 义父 你说什么 我突然有个奇想 义父 你不要开口 跟我说 丫头们 我知道你们大家 都喜欢我无忌孩儿 对不对 我看这么着 不如你们全都嫁给无忌 当老婆吧 谢老爷子 小赵只是服侍公子的小丫鬟 你别把我算在那样 我说世王 你要是再满口胡说 等到我伤好了 请我不封你的嘴 你这个丫头是厉害 难怪无忌孩儿 对你会敬畏三分 不过 我问你 对波斯风云三使的时候 你所使得拼命三招 第一招 是昆仑派的玉翠昆刚 第二招是空同派的人鬼同图 第三招 是什么老夫孤陋刮文可听不出来了 金毛狮王果然是名震天下 虽然双目不能失误 但是却能听出我所使的绝招 果真是名不虚传哪 第三招 是武当派的天地同寿 这可是新创的招数啊 其实什么招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如果不碍无忌 为什么招招拼命呢 我说到你丫头的心坎里去了吧 小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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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小招 你知道我不太会说话 你别哭了吗 小招 你怎么了 是不是我义父的话 让你不舒服了 跟老爷子无关 还是郡主的话 老爷子这么疼你 郡主又为你拼命 这姑娘很含蓄 嘴里虽然没有表示 但看得出 她心里非常在乎你 有那么多人疼你爱你 我就想到我的身世 我心里觉得好难过 小秋 我一出世 父娘就把我寄养在医护农家 一年再来看我两次 我从小就没有尝到过 亲情的温暖 长大后 懂事了 娘也不肯认我 要我 小赵 自从 见到公子后 我才深深地感受到 我从来没感受到的温暖 在公子面前 我不敢有任何奢求 我只希望 我这辈子 能在你身边当你的丫鬟 我 我 好害怕 好怕这个梦想 将会破灭 不会的 不会的 小赵 我答应你 不管发生任何事 我都会在你身边保护你的 我担心你啊 我担心你啊 记得不会跟我提过 一爹娘被土匪杀了 小赵 我不希望你有事瞒着我 她们来了 她们一定是为了娘来的 我好怕 我好怕 最后 marching 韩国 啊 我一世生平 有两大幸福 其一是 驱楚援兵 其二是 让和美派的武功 领袖群伦 盖过少年和武当 成为中原武陵的 第一大门牌 这两件事 看起来很难 但是眼前 摆着一条明路 你只要尊重师父的嘱咐 将能一一成就 到那时候 我一世在九泉之心 也会对你感激涕零啊 师父 我会完成您的心愿 一定会的 我不放心 紫山没了 我去找他 义父 你对他仁至义尽 他却阴谋算计你 你还关心他 我问你 换了你会怎么做 我也会去找他的 那不就是了 可我想不通 他对你是个什么心态 世人一怨报德 是寻常的事 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世王 我可以问你个事吗 你说 这紫山龙王 位列名教四王之首 武功却不见得高于老爷子 为何昨晚与波斯三使动手之计 却不见他使出千株万毒手的毒招呢 千株万毒手 韩夫人不会的 以他这等角色美人 爱心容颜 胜过信念 怎么肯练这门武功呢 他是角色美人 是啊 紫山龙王 可称他尚是武林第一美人 怎么 我说错了吗 这句话婆婆又老又丑 我怎么看也不像角色美人呀 那他一定是躲避波斯宗教的追捕 才易容改装的 易容 那紫山龙王跟波斯宗教又有什么关系 捉来花长了 紫山妹的来自波斯 本名戴吉斯 是波斯宗教的圣语 圣语 嗯 嗯